噢 這個殺氣 看來是雪螺差完成任務歸來了 雪螺差 我記得思雪基有跟我說過 那是他的哥哥 那個不要臉的 提到我妹妹的名字 一位披著斗篷長得很高大的貓咪 惡狠狠的腫了出來 大王 我妹妹呢 大棍白螺差帶著客人去參觀貓界 什麼 又是那個白螺差 長得自己長得還算可以 就像高潘我可愛的妹妹 蛤 是個妹公啊 我真不懂為何妹妹會對她那麼著迷 明明就是一個非貓也非人的傢伙 喂 講話太過分了吧 哇 你怎麼了 你眼睛在流血耶 可惡 白螺差到底哪一點比我這個哥哥好了 我的心也在淌血啊 雪螺差不論流出的眼淚還是嘴裡的口水 都含有血液的成分 當時第一次看到她打了噴嚏 我還以為她肺癌默形 但其實根本不是 對了 大王 這是今天抓到的鬼 麻煩你找人幫忙封印了 就是我要找個實習生幫你保管了 美傑 麻煩你帶他們去封印場 除非讓我的妹妹來當我的實習生 否則我絕不找實習生 請問你是要你的血裝助鬼魂嗎 好酷喔 我的血液裡每個血球都含有我的意識 要變成什麼形體都任我控制 這幾年我一直嘗試用我的血液侵入白螺差的身體 這樣就可以讓她遠離我親愛的妹妹 但到目前為止白螺差都沒有露出任何的破綻 可惡 話說 我幹嘛告訴你我的能力 你是哪位 剛剛提到我妹名字的 是不是你 還是先不要跟她講我是白螺差的哥哥好了 你好 我是蛋哥 最近因貓大王的要求留在貓界幫忙 喂 你也聽我說完啊 當時那小子害的 我跟我妹也一千顆親密了 但我的妹妹自從看上白螺差之後 就不再跟我親近了 每次見到我都畢而遠之 彷彿看到一個陌生人一樣 一定是白螺差在背後對我妹妹洗腦 才會讓我們的感情破裂 白螺差是 我也算認識 但我認為她不像是會洗腦的人啊 是不是你之前對吃血跡做了什麼 讓她生氣 我怎麼可能會對我親愛的妹妹做什麼 那你有對白螺差做過什麼不好的事嗎 我也就有一次用掙扎白螺差草人被我妹妹發現 還有一次拿白螺差的照片來練群被她看到 前幾個禮拜看到她跟白螺差執行完任務很開心的樣子 就故意對她說 好啊 你就永遠跟在那個白衣吃螺差身邊啊 就永遠不要回來找親愛的哥哥啊 你是這樣而已啊 什麼叫你叫這樣而已 可以看得出來她是真的很愛她的妹妹 但她跟這兩個人之間都有誤會啊 必須去道歉解開誤會才行 走吧 血肉差 蛤 去哪裡 去跟你最愛的妹妹和好吧 隨便來aguей specifically兒特曉的 他跟她說妳想說 走心會… 妳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來 有些人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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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想說